即在电影《破风》中演绎骑行选手 窦销凭借专业的骑行技术和不畏挑战的精神 被授予了中国自行车联赛形象大使的身份 而这位西北汉子也说了 运动也好演戏也好 我都要一路向前 出任自行车联赛形象大使 加上先前拍摄的电影《破风》 窦销与自行车结下了颇深的缘分 他也透露自己从12岁开始迷上骑单车 玩过骑行之前还接受了专业的训练 水平可是杠杠的 而要说这骑单车的秘诀嘛 其实就是很充分 什么秘诀 小编可不信啊 要知道窦销的专业全靠一次次苦练积累的 为了拍摄出逼真的效果 窦锯锤剔替身 亲自上阵 为此还留下了满身的光荣勋章 膝盖的 然后呢 左右的胯 肩膀 手 最重的一次应该是 胳膊中吧 跌倒在爬起 窦销骨子里的拼件 不仅发挥在了骑单车上 只要是极限挑战 他都爱 运动当中不断挑战 工作当中窦销也向往自我突破 从山楂树吃链里的文艺男老三 道郎图腾里的硬汉杨克 再到破风当中逆风骑行的热血少年 窦销的泄露不断的拓宽 至于下一个要挑战的角色嘛 他也想好了 武将 比如说古装 古装的一个武将 说到这里 小编不禁想起 在最近热应的大胜归来当中 窦销和猴子的海报来了一回撞脸 这大胜也勉强算得上古代武将一枚 如果那天要派真人版的大胜归来 窦销绝对是男主的不二人选呢 老孙来言 请问这些北京采访